为避免校园遭受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影响 教育部特别延长寒假两个星期 暑假因此就晚两个星期放假 不过暑假长假还是有一个半月 孩子们在度过快乐假期之后 学校开学一个礼拜了 玉里警分局除了指挥现场交通 在现场宣导落实防疫工作 也维护学生上学及身体健康安全 小朋友上学去开学已经一个多礼拜 因应新冠状病毒造成的危害 玉里警在现场贴心提醒学子们不要共识 勿用手触碰食物 要用洗手乳或是肥皂请洗手 身体如果感到不适 要立刻跟父母亲以及师长说 有发烧症状要戴口罩避免上学 并且立即就医 以减少群聚造成的感染危险 为了避免校园遭受新冠状病毒疫情入侵 教育部特别延长寒假两周 暑假因此晚放两周 但是暑期长假仍有一个半月 孩子们在度过快乐的假期之后 玉里分局除了指挥现场交通 并在现场宣导落实防疫工作 以维护学生上学以及身体健康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里采访报道